全油管最快新闻,据不完全统计,全国已有近170名医院院长书记被查,数量超过去年全年的两倍。 近日,一篇就文再次成为热点,揭示了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原院长王天朝收受100套住房的受贿案。 王天朝涉嫌收受近1.2亿元的贿赂。 这一案件再次警示医疗领域的腐败问题。 总有些领导曾为了个人利益,损害了群众的利益。 为了打击腐败,需要从制度上加强监管,保障医疗行业的风轻气症。 同时,对于揭发腐败行为的一线医护人员要予以支持和保护。 无论多少贪腐财富,最终都将化为泡影。 请下载集目新闻客户端获取更多精彩资讯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